好,欢迎回来我们ECshop二次开发的视频教程 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一个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功能 建立一个新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话,主要就是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后台前台的一些基本信息 就是整个的一个ECshop的流程 就是如何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如何自己来添加一个功能 如何自己添加一个功能 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一个后台列表 一个后台列表 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后台 先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Local House Admit,对吧 好,我们用超级管理员来登录吧 好,登录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功能呢 就是一个FAQ的功能 类似什么样子呢 类似我们的这个帮助中心 好,类似这样子的帮助中心 我们只需要呢,一个标题 一个关注度,一个发布时间 还有一个内容就可以了 好,那是否有用的话 我们就不做了 好,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字段 那么,嗯,也不做分 也不做分类的 好,因为做分类可能会比较 学习着急比较长 而且又没什么都没多大意义 好,那我就只给大家做一个类表的一个形式 好,一个类表的一个形式 好,首先要做类表的话 我们去可以参考什么呢 参考我们的这一个友情链接 对吧,友情链接 好,我们友情链接用新窗口打开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添加我们的新链接 对不对 然后可以编辑我们的链接 好,那我们呢 那也只需要这样子简单的做一下 好,简单的做一下 好,那第一步 第一步干嘛呢 我们先把这一个友情链接的 这一个书记乎表复制一份 好,友情链接叫做FriendLink 对吧 F开头的 我们看一下 A,B,C,D,E,F 好,FriendLin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友情链接 我们呢,copy一下这一个 东西 然后叫做我们F F,A,F,A,Q吧 直接叫F,A,Q吧 直接叫F,A,Q 我们保存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F,A,Q在这边 好,在这边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增加了一个F,A,Q表 那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字段 好,字段不要叫Link 我们叫做 F,A,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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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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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UIL 把UIL变成我们的 这个直接叫 name 这个直接叫content 然后它是一个test类型的 一个test类型的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add time 就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我们的这一个FAQ的一个发布时间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排序 我们就这么几个字段就可以了 再增加一个字段 views就是我们的一个点击量 一个点击量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就12344个字段就好了 12344个字段加上一个排序 一个add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第一步 第一步我给大家写一下 后台列表 第一步复制 复制什么东西啊 复制ecs find 好就是这样子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还是用复制的方式啊 二次开发其实很简单哈 几乎都是用复制粘贴 几乎都是用复制粘贴 那我们呢 首先 找到我们的后台 找到我们的Frendelink 好 找到之后呢 我们叫做faq 对吧 不扫描 有情链接 改成我们的 在线问答 好 替换一下全部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Frendelink 我们直接改成faq 对吧 区分一下大小写啊 好 好全部替换成了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Link下滑线 我们需要把Link下滑线ID呢 改成faq id 然后再把Link下面的这一个 前缀呢 给删掉 给删掉 再来看一下哈 再来看一下 其他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好 暂时不需要 暂时不需要 我们来后台访问一下 这边呢 直接改成faq 对吧 ActionList 好 这边会提示我们unknodeURL 好 就是这个字段不存在 这个字段不存在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字段在哪里 我们是List ActionList 那就是这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getLinksList 或许再先问答的一个东西 我们查找一下 好 在本地就可以了 那我们getFAQLinks 呢 改成faqList 对吧 改成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Name Unt Ent add 和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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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效果 对不对 没有效果的话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没有效果 肯定是我们这个啊 F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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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Friend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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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f 刷信一下 faq 好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刷信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出来了我们faq的一个后台界面 对吧 一个后台界面 其次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就是什么呢 引入我们的这个语言包 引入我们的这个语言包 我们的语言包的话 在我们langry下面对吧 在langry zh-cn下面 我们把这个friendlink改成 不是改成 复制一个对不对 叫做我们的faqlink 好 改成这个之后 我们刷信一下 我们不应该叫faqlink 应该叫faq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出来了我们这一个类表 好 那我们现在把有情链接呢 改成我们的在线问答 好 刷新一下 faq有情链接 好 不好意思 我们改错了 好 应该改的是这个 刷新 在线问答对不对 然后呢 问答链接呢 直接改成问答 好 把我们的这个link id呢 好 我们先这样子 好 先这样子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不需要语言包 好 也可以不需要语言包 直接在我们这个位置 好 直接在我们这个位置 做一些修改 好 做一些修改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 叫做发布时间 对吧 发布时间 好 那我们把这个link 给去掉 我们直接不用语言包 也是可以的 好 语言包先留着 那我们这边来叫做 标题 对吧 然后这一边叫做发布时间 好 这个地方呢 叫做 查 查看 查看量 或者是点击量等等 好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一个排序 好 一个排序 好 那这边会有个linkslist 我们来看一下linkslist 好 我们也叫linkslist links改成我们的faqs 刷新 没问题 没问题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怎么样呢 在数据库插入几条数据 插入几条数据 第一个的话 就帮助1 好 我的内容的话 就非常多个帮助1 我add time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 这边变成43个 排序为3 排序的话随便 然后这个地方叫帮助2 好 然后这边我有一排的帮助2 好 这个更新时间我也随便填 肯定是错的 在前台应该是会写七七八八的 好 那么我现在就会有两条数据 一个是帮助 一个是我们的帮助1帮助2 对不对 那我显示的一个顺序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叫faq faq 完了之后怎么做 完了之后怎么来做呢 发布时间 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下 对不对 发布时间 好 我们在这一边书记库处理的时候呢 增加一下我们发布时间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这边呢 他的发布时间是我们rows下面的add time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布时间 对吧 我们把formate time呢 加到我们的标题完 对吧 标题完之后就是我们的formate time formate time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 然后第三个是查看量 那就是vaews 对吧 好 刷新 那么我们发布时间 都是一个错误的时间 就显示成这样子 显示成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formate time 不需要加a链接的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刷新 好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标题 一个发布时间 一个查看量 一个显示顺序 显示顺序我们也集中嘛 好看点啊 好 那我们标题 标题的长度给它长一点 好 给它长一点 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 呃 后台一个列表的一个长线 形式哈 那当然我们这边假设 看一下分页有没有效果哈 刷新一下 下一页 好分页是没有效果 我们打开 这一个东西 打开F12哈 F12 F12我们来查看一下 我们点击了下一页的时候 出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哈 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点击下一页 好 它是调用FAQList 对不对 调用我们FAQList 然后sx等于1的情况 分了两页 分了两页 第一页 对不对 第二页 还是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需要整理一下情况哈 整理一下情况 首先搜一下我们sx等于1 好找不到对吧 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需要做什么样子调整哈 好 好在这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地方的这一个东西也需要调整一下 叫做我们FAQList FAQList 刷新 下一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对吧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轻轻松松的做了一个后台的一个界面 好一个后台的一个界面 好做到这边之后的话 我们就需要结合之前课程的说 结合之前课程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来把我们的这个菜单呢 加到我们左边这一边来 好我们呢给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系统设置里面来 好系统设置里面来 好 那么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要打开我们后台的inc inc menu inc menu 然后呢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我们查找一下它的关键字 按F12 然后鼠标移到这边来 它的关键字的话是这个东西 好我们搜这个东西 好我们搜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复制一下 我们叫11 system022 022或者是叫做什么 FAQ 这边呢直接叫做FAQ list 好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11系统设置 FAQ没有任何东西对不对 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我们还需要复制一个这个东西 打开我们的inc cpiv 好找到这一个 把这个呢加到 这里呢 FAQ 好我们全线节点是这一个 全线节点是这一个 我们再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还是没有对不对 还是没有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干嘛呢 加语言包 对不对 加语言包 语言包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这一个 pr 昨天改的那一个 priv action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叫做邮件服务器设置 我们查找一下 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就用文件夹搜索的形式 文件夹搜索的形式 找到我们这个东西 langrych-cn 查找 发现它是 common 应该不是在common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那既然在common里面 我们就把common打开来 系统设置 对吧 那它是设置到我们common里面 好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 FAQ 叫做 在线问答 好刷新 然后再找到我们系统设置 在线问答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左边菜单加出来了 好 当时呢 我们没有给它配置我们的全线节点 好 没有配置我们全线节点 好 那全线节点 这一个任务呢 就交给大家 好 给大家自己去做 好 那这边我就 不写步骤了 大家看到我的节目 看到我这个视频教程的话 自己去看一下 加到左边 好 然后可以分页 可以分页 那默认是15页就可以了 那这边有个添加新问答之类的 那我们就留到我们的下一节课来讲 新增跟编辑的这一个课程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